虽然新冠疫情仍然严峻,但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2月2日宣布解除口罩令,并授权被限制营业的商店百分之百重开。 密西西比州同日也跟随宣布解除强制口罩令,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做出回应时,重申总统拜登的立场,表明在现阶段仍然有需要实施防疫限制措施。 洛杉矶市议会周二一致投票通过了洛杉矶市新冠紧急租户援助计划的第二轮拨款。 洛杉矶市从州和联邦政府的新冠救济项目中共收到了2.59亿美元,其中2.35亿美元将用于直接的租金援助,300万美元用于未遭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 预计将帮助洛杉矶市约6.4万个因新冠无法支付房租的家庭。 参院民主党与拜登总统三日同意就领取第三轮1400元纾困金的资格设限,与原先对个人收入10万元以上,家庭收入20万以上,就不发纾困金不同。 此次将门槛改为个人收入8万元,家庭收入16万元,预计此次收到第三轮纾困金的人数将比之前少。 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显示,中国2020年国际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1%,达到约6.8万件。 中国申请量连续两年距世界榜首,表明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 请量连续两年距世界